之後就逮捕到警署 最初是告我襲警罪 跟我說我們現在告你暴動罪 我當時就心想暴動不是吧 我拋爆頭 我不停問自己 為何我會在這裏 剛才明明是在吃魚蛋 很開心 我已經準備回家了 為何突然被捕了 要找到鐵欄後面 想起也不明白 但跟自己說OK的 如果梁天琦在4月開始受審 她被判罪成 分分鐘就坐牢幾年了 她是為了我們香港的未來 為了他們這一代人 活得更有尊嚴 我被捕在2月21日被捕 被控組織非法集會 組織暴動 以及參與暴動 我的保釋條件非常苛刻 包括宵禁 以及25萬的現金 慢慢我意識到魚蛋革命 改變了我的人生 想回頭 那晚是我最後一次 踏足旺角的街頭 被判罪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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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的路面 所以這件事 不常常看到香港的民眾 不見得到 你覺得自己的民眾 有什麼人會覺得 那些人會知道 我們 年輕人 我們決定要 災難 我們自己的未來 好